复联会西班牙分会为了欢迎前往西班牙旅游的前主委刘之源 还有他的夫婿前外交部长欧宏恋等一行人 是在一间著名的海鲜餐厅为他们设宴洗尘 大家再次相聚格外欢欣 马德里之家海鲜餐厅招牌非常显野 及早抵达现场的前外交部长欧宏恋 前复联会西班牙分会主委刘之源抗力 以及其友人一行在门口欢迎复联会西班牙分会会员们 大家亲切的握手寒暄甚至拥抱老朋友见面格外欣喜 复联会西班牙分会得知刘之源及夫婿 欧宏恋及其友人赴西班牙旅游 特地设宴为他们洗尘 包括驻西班牙代表柯森耀及其夫人 现任复联会西班牙分会主委廖佩盈 总干事张战浪等人都亲自出席 总干事张淡浪则一为贵宾们介绍会员及夫婿 并欢迎欧夫人重游西班牙 那我们这边分会的姐妹呢都非常想念她 所以她们一来呢我们都非常的高兴 所以找今天这个机会呢大家聚在一起 那么吃吃喝喝聊聊天都非常的开心 很高兴今天能够见到欧夫人 我们很多年没见 看到她跟以前一样年轻漂亮 很开心看到欧大宅那么健康 非常高兴 对于众人热情的招待 刘之源也表达了感动与感谢 我回到台湾这三年我常常不想念 我很喜欢西班牙 大概是我常常有意无意的说出来 对我们的朋友们就说好 我们就走走才知道西班牙 对 就筹划了半年 这些非常难得 看到大家都这么健康 每个人都更年轻 晚宴过程中大家联邑交流 享受美食佳肴与美酒 并举杯祝福彼此身体健康 旅途愉快 台湾我们是张以丽 西班牙马德里 采访我们的